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Alice 原香港懲教署官員趙盛 華明 因在2019年6月參與反送中運動 遭政治立場不同的上司排擠 甚至以緊急調柱離島為報復手段 趙盛也因此失去晉升的機會 面對香港日益敗壞的法治與人權 他只能選擇舉家出走 移民美國 趙盛說 總監督會高聲罵抗爭者是垃圾 是暴徒 是蟑螂 被警察打是該死 大多政治立場不同的成教署職員也敢怒不敢言 趙盛因出席遊行活動 照片意外出現在報紙頭條 因而被貼上政治標籤 面對政治打壓他迫於無奈而辭職 雖然趙盛放棄了穩定高薪的工作 但卻仍用自己對部門規則及相關法律的認識 幫助香港抗爭者與議員合作 幫助香港的政治犯爭取應有的權利 他說 裡面的對待還是有點分寸 不會嚴重施暴 但警察會用保安 紀律 以不守規矩 不守紀律等問題 讓政治犯的待遇稍差一點 趙盛認為香港的法治不在 執法也不再可信 他說 香港的司法本身就不公 抓了很多普通的抗議人士 他們沒有武器 也不是很嚴重的罪名 但律政司就會建議不要保釋 法官也偏向律政司的意見 趙盛表示 過去成交署都是根據法律規定的權利去執行 如果出現爭議 職員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也會去查一下職員有無根據法令去做事 由法律為依據 但近幾年 不知道是否受了中共辦事方法的影響 很多情況是法令有法令的協法 我們有我們的做法 面對這樣的變化 讓趙盛很失望 更堅定去義 他說 很多職員被投訴時反而會指控這些提出問題的犯人 去懲罰這些人 漸漸用中共的那套去管理 向大陸的法律去改變 移居美國生活近三個月 趙盛第一站落腳在洛杉磯 他說 我發現過去既有的觀念好像都不太正確 以前認為美國多足以混居 亞洲與美國人的衝突可能會比較多 但到美國以後 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趙盛目前定居於科羅拉多州 他所在的城市很少遇到華人 但所有人對他都很友善 完全沒有新聞報導亞裔受歧視的情況 他認為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很歡迎移民 因為美國本來就是移民建國 所以香港人不用太擔心到了美國不受歡迎 他們一家目前也沒遇上適應的困難 趙盛說 英文不好也沒關係 很多西語裔移民也不說英文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不需要太擔心這裡的歧視問題 沒什麼亞洲仇恨的問題 據趙盛自己的經驗 在申請移民過程中 美國還是比較支持民主 自由 這也是美國建國的核心價值 所以他建議香港人可以考慮赴美國申請庇護 他說 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要有信心去嘗試申請 也不會用太多資源 總比被國安法對付好 目前香港國安法只要是參與過香港抗爭運動都可能被逮捕 趙盛說 如果到時被報復清算 沒有證據就被關押還不如出走 雖很不捨 但一定得走 移居海外後 趙盛仍很關注香港的社會情況 他發現在美國有很多香港手足在默默組織 以海外陣線對抗中共 例如像地方議員遊說 利用官員的能力去幫助香港 透過國會提案或者是國際輿論去守護香港 香港人不會在離開香港後就不再是香港人了 在海外 趙盛可以更自由地為香港發聲 他說 現在他們香港人不能說的心裡話 我在美國會為他們說出來 例如 成交署裡面一些不合理的情況 或者是監獄裡面被打壓噤聲的消息 他在海外自覺更有義務去幫助他們發聲 趙盛說 離開的人不會放棄香港 而是奔赴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的地方 我們不需要因為自己的言論被國安法打壓 海外香港人還有很多剛逃出來的香港朋友 都可以團結在一起 在專業或其他方面去幫助香港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越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點讚 請記得訂閱、點讚 點讚 訂閱、點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